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三叔叔的戀愛 作者楊將 我最愛聽爸爸講他的小弟弟 爸爸的小弟弟是我的三叔叔 他比我爸爸小11歲 我總覺得爸爸愛三叔叔 正像我愛小妹妹阿碧 他也比我小11歲 我爸爸愛講他小弟弟小時候的事 小弟弟臨睡自己把被子蓋好 學著大人要孩子快睡嚇唬孩子的話 老虎來了 一面自己抓著被子做老虎爬門生 一面閉上眼睛乖乖地睡 三叔叔是又聰明又乖絕的孩子 他考入上海南洋公學 虛歲十九就由學校派送美國留學 和我爸爸到美國留學差不多同時 他有公費 生活富裕 但我爸爸從不用他的錢 他們兩兄弟也不住在一起 據我爸爸說 美國女人都說他漂亮 他個高 相貌也好 活潑可愛 他留美期間 和一位學醫的華僑林小姐戀愛了 三叔學的是審計 他學成回國比我爸爸略早 回國前夕 他告訴我爸爸他愛上了學醫的林小姐 回國就要解除婚約 三叔叔是十一歲就由父母之命定了婚的 據我爸爸說 三叔的丈人是舉人 任學老師 他在我三叔十一歲時看中了這個女婿 只是女婿可以挑選 女兒都不由他挑選 他的女兒都不得人喜愛 另兩個未婚女婿都出國留學 回國都退了婚 兩位退婚的小姐都鬱鬱而死 我爸爸聽三叔說要退婚 遲疑了一下 不得不提醒他說 要解約 當代出國前提出 人家小姐比你大兩歲 又等了你三年 如果退婚 他肯定是嫁不出去的了 三叔叔想必經過了一番內心鬥爭 和林小姐有情人未成眷屬 他回國就和三婶結婚了 三叔叔和三婶婶 新婚也蠻要好 三叔叔應酬多 常帶著新夫人一同出去 據我三婶自己告訴我媽媽 有一次 他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 三叔滿面仗得通紅 連脖子戴耳朵都紅了 從此以後 再也不帶他一同出去應酬了 過些時 他把三婶送回吳錫老家 自己一人留居北京 他當時任婶記局長 三叔叔吃花酒 認識了當時最紅的名妓 這位名妓不願嫁闊老 而鍾情於三叔 這麼個窮書生 三叔也準備娶他 新床都買好了 他原有肺結核病 在美國留學時期治好了 這時忽然大吐血 至於林某某事 只好作罷 當時我父母同在無錫醒世祖母 他們倆回北京時 我媽媽好心 帶了三婶同回北京 我三婶不懂事 還嫌跟著我爸媽回北京 不如丈夫接他風光 我媽媽是知道三叔病了 特地把他帶回北京的 三叔叔大吐血 就住進醫院了 住的是德國醫院 先在北京醫院的前身 林某某天天到醫院看望 一次 三婶看見林某某 從三叔病房出來 就捲起羊傘打他 經護士勸開 三婶回家 氣憤憤地告訴我媽媽 我媽媽說 你怎麼可以打人呢 三婶說她是婊子 當時大太太率領僕父 搗毀姨太太的小公館 是常有的事 但沒嫁人的名記 身份是很高的 後來林某某嫁了一位富貴公子 妓女從糧 照例要擺一桌酒席 宴請從前的恩客 表示以後不再需舊情 據我爸爸講 三叔叔是主客 他身乎重病 特地趕去赴宴 此後三叔叔自知病重 不能工作 就帶了三婶和孩子同回老家 一年後因病去世 一下寡婶和堂妹由我爸爸撫養 後來我堂妹嫁了闊人 但三婶已得老年性痴呆 也沒有享福 我上大學的時期 回家總愛跟著爸爸或媽媽 晚上還不願回自己房間 有一夜 我聽爸爸對媽媽說 小弟弟若娶了林小姐 她不知這樣丧了自己吧 媽媽黯然沒有回答 我很為爸爸傷心 媽媽也知道 爸爸是怜惜小弟弟而傷心自得 但是她作為年長11歲的哥哥 及時提醒小弟弟 爸爸錯了嗎 三叔經過鬥爭 忍痛和情人分手 三叔錯了嗎 我認為他們都沒有錯 我媽媽真好 她一生也不想 她是個知心的好老伴 我回到自己屋里 來回的想 爸爸沒錯 三叔也沒錯 不過感情是很難控制的 人是很可憐的